今期都是玩一些舊物 並不是新品來的 也不算是無意中的 在我家的雜物箱翻箱賭櫃找到這一隻 由海洋堂不知幾多年前出的 巴珠江年 衛斯里裏面的巴珠 講一下小姐巴斯江年 他的配件大概只有這麼多 一個看換表情 眼睛可動的 手型 這個手型是不可動的 它是可以拿到胡迪的望遠鏡 一對太空戰士一飛沖天的翼 有1-1在細節上都可以 當年是很良心的 全部都是入色的 每一個位置都是 來看看主體 主體方面 我再拉近一點給大家看 一個金魚缸 手 手的可動性很差 但是唯一兩點就是這裡 有這個可動 但是只限一排過可動 這裡是單關節的 就是一個球型 手 就是這樣 當年這隻腳的設計位 總是用球型來做連接的 大概就是這樣 可動 腳的可動 其實可動就不算高 但是也算是有可動 這隻巴斯江年 也是我目前玩過比較好的一隻 萬代出的合金 我就不管了 因為那隻不像巴斯江年 老實說 這隻手的設計有點奇葩 海洋堂當年的設計 就是這樣 這樣拔出來 整隻就是這樣 看看細節 最近因為時間問題 都有點發黃 很久了 我買回來差不多10年 差不多 是由國內 帶過來國外 看看6月 即2023年6月 差不多7月 我會回香港 到時看看會不會有新 即是一批新東西 帶回來 但是估計都是沒有盒 為什麼呢 我買了就免得帶盒回來 因為盒其實很佔位置 那這裏 我先 這裏是直接拔出來的 但一手一都很難拔一下 那這裏可以裝上去 那這裏可以裝上去 應該走一下 我先看看 先看看,應該是調轉 這個是這樣 這個是這樣 很可惜,海洋堂出了索黑天亡就已經死了 玩具總動員這個系列就沒有了 有點可惜 我目前比較希望就是迪士尼這個系列 即是,海洋堂的迪士尼系列 快點再版那隻 華哩 雅力 還有那隻叫什麼 屎滴仔 是我比較想買的 買飯店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 整隻的配色都是白色、綠色和紫色 兩邊最大的特色就是用了透明件 就是這樣 這裏頭盔的金魚缸是可以移動的 頭的那裏 頭是一看過的 直接拔的表情 大家也看到這裏 我就不悶給大家看 基本上是這樣 下期再和大家玩更多玩具 拜拜